每到夏天就是玩水的季節 位於新竹市北區南寮游客服務中心前的親子沙灘 就是水利署第二河川局積極參與的跨域資源整合 實現清水空間的重點項目之一 但其實要有良好的清水空間 水環境建設才是根本 除了在河川整治方面要達到防護標準以外 那我們也是依據河川的生態 以及各城市水域的一個特色 做總體環境營造 也來達成一個不論清水 還有一個細水還有運動 各城市都具有一個水域的特色空間 其中結合桃竹苗地區融合城鄉特色風貌 打造獨居在地特色的文化 綠意美質水愛環境 包括優化新竹與港周邊 修氣景觀美化 桃前西與舊港高灘地入口環境景觀 與修氣空間再造 打造樂活的新願景 桃園市方面我們在南崁溪 經過二號橋上游到大塊溪 我們也做護岸的整建 在苗栗部分的話我們是連結一個溪 溪溪從溪溪的右岸連結到左岸 然後左岸把所有整個溪溪 它這個沿線的一個客家文化 一個各城市各亮點的 各景觀的一個特色把它連結起來 為了落實前瞻基礎建設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規劃 執行水環境建設計畫 以水與發展 水與安全 以及水與環境三大建設為主軸 透過結合製水 淨水 清水新環境 與節水循環新產業等措施 希望以不缺水 不淹水 喝好水 以及清淨水為目標 進一步結合水岸環境與在地人文的 產業特色 營造優質的生活環境 記者曹德華 採訪報導